大家好 我是Q 徐玉倫 然後台灣來 去年10月份剛來就是這樣子 可以啊 還蠻開心的啊 老師都不錯 然後上課就是也有上一些在LPT考試的東西 然後有類似一些專題報告的東西 就是大家一起用日文討論的這樣子 我覺得最大不同就是聽力吧 我在這邊覺得聽力進步是最快的 對 就全日文對話 比我在台灣就上課還 因為老師是講中文的比起來還要來聽力更快 在台灣大家來讀日文 可能不一定是一定要在日本讀書還是就業所 可能只是為了興趣讀的 可是在這邊大家都是在日本想要做的事 所以就很認真在讀這樣 下禮拜六有一個要去一個高中 跟日本那邊的學生一起做料理一起玩 幾乎都是在學校附近吃不點 那如果要省錢的話就是到學校那邊 大學裡面食堂一個差點只要500日元 那是最便宜的我覺得 因為我從一開始要來日本留學的時候 找原學校一開始就是找YMCA 介紹說就是每個YMCA不同的地方 還有就是要做什麼事情都會提醒的很清楚 清楚的地方就是馬上打電話也會有人幫忙處理這樣子 對就是我從申請到來這邊都是交給YMCA 就是很親手然後幫助很滿大的這樣子 就算了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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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